HELLO 姐姐好 我是SUMMER 来今天跟小伙伴们玩我们的疯狂竞技场 然后这边的话SUMMER也会介绍这个跳蚤市场 然后我这边我发现我刚刚的话就是 我多开了两三个 所以导致这边的话SUMMER的箱子现在不是全满的 不过我还是尽力而留了18个箱子 来今天的话跟小伙伴们玩我们的疯狂竞技场 SUMMER这边的话是用了一堆的十集 然后有输有赢 基本上的话日本的 然后268还有百兔 然后还有S4 谢李珍也有 T11015也帮我拿了蛮多勋章的 所以这边的话SUMMER才能在 这个活动我基本上是赶出来的 我基本上是一边工作然后一边玩 然后下班的话有时间 或者是累我也会玩 今天的话跟小伙伴们玩 我现在的话OK 这个箱子SUMMER现在只能开18个 然后它里面的奖品 你们看OK 都是一些官方的那种坦克 所以这边的话最高是7接 然后再来的话两台是5接 这两台的话只有1250的金币 然后另外的话是2500 然后主角这一台OK 你这个应该算是机关枪吗 它的炮很可爱OK 它是一个我记得没错的话 是6发的弹架 不过它的伤害很低 100都不到 每发的炮弹的话 平均伤害是90 来这台的话SUMMER也有了 也玩过了 也拍过影片了 所以这边的话今天 SUMMER是主要看 我们剩下的这18个箱子 SUMMER可以开到多少台坦克 因为这边的话 SUMMER买了蛮多的那个 传奇迷彩 然后像S4这个的话 SUMMER也有买 然后这边的话金币已经没有了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在这个 OK 疯狂竞技场的箱子 开到一些坦克 补一点金币啊 我觉得应该没那么好开啊 来这边的话 我前面已经开掉三个了 所以总共是有 总共是有21个箱子 所以这边的话 保底会有一台坦克哦 诶 这样的话 OK我至少能有 2500斤啊 对没错 来SUMMER这边的话 最少确定会有一个 2500的金币哦 不过这台的话 我应该也是会卖掉 7G的话 SUMMER比较 比较少玩啊 它的那个 车子的话 不是 不是很好出耶 OK OK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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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吗 哎呀我天哪 这什么东西 它它真的会给我惊喜哦 你看我来哦 两个迷彩 五个奖励里面有两个迷彩 OK好样的 这边的话 迷彩是可以 诶不只开一个哦 能开到两个 来这边的话又开到 疯狂烂烧 OK 我觉得哦 拿来当做收集那个 迷彩会比较好 OK 来来来来来来 我刚我刚说 我刚说官方都听到了 然后这一台的话是一个 他那边的话如果是重复的话是一千 一千两百五啊 哎我看一下我卖掉的话 OK卖掉是两百五哦 所以这边的话下我帮你们要注意 OK 他又有弊端了 他卖掉的话是两百五 然后你们这边的话如果有的话可以先不要卖 因为他重复的话是一千两百五 我跟你说差很多哦 差了一千的金币哦 来上面这边的话 哎还好没被他坑哦 哈哈哈哈 我刚刚本来想要按卖掉了 可是我知道官方最近会这样玩 所以上面这边的话留了一手 OK没关系 两百五的话卖是不值得 现在的话只能就是看 他会不会重复了 OK漂亮来挂件 MG08的那个机关枪的挂件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 还有一个迷彩 最后最后十个 十个的话保底一台哦 OK哦那一台的话 我至少还能拿一个应该是两千五啊 不要跟我说这一台卖的话也是 也是两百五 两百五的话就夸张了 来这边的话 金币加成器四个 然后战斗经验加成器三个 三倍经验 OK最后八个箱子 哇难开哦 他不是说真的很好开 我觉得还好耶 没想象真的容易开哦 18个箱子 来迷彩 OK哎呀漂亮来刚刚说没那么容易开 Summer这边的话就开到了 OK我们一样要检查一下哦 看一下他是不是跟 OK来这个的话就是一样价钱 两千五百的金币 所以这边的话Summer赚到了一个 两千五百 然后拿到了一台那个主角坦和机关枪哦 这台机关枪的话 OK它的几率是两百千 如果是说你们要抽 这一台或者是抽这个真正的机关枪 这两台的话它的几率没那么高 0.1而已 基本上算是大奖 这两台应该是比较热门 至少比这台主角热门 希望小伙伴们有抽到0.01% 基本上跟你中那个十万金币是一样的 来Summer这边的话最少都赚了一个五千的金币 我有另外一个想法 OK Summer这边的话我等一下会 如果没意外的话我最少应该会有五千的金币 所以Summer可以玩一点别的哦 你看我这边的话 我没记错的话 那个先进四号的那个箱子 我觉得Summer可以玩一下 不然就是我们去抽一下那个跳蚤市场的那个抽奖 不过那个跳蚤市场的抽奖 Summer真的是 OK保底 哇来漂亮 这边的话它重复一台 所以这一台的话它是给Summer 一千金这一台 没错 然后这一台的话 它等一下 哦对对对它是保底 没错来这边的话 保底的话 三千三千七百五 然后这一台的话 OK 重复两台嘛 对两千五加一千两百五 对三千七百五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还剩下最后一个 这台的话 OK Summer有时间的话 我应该也会换掉 前提是要有时间 我主要是想要拍影片 所以这台的话有没有换都没关系 来我们把最后一个开掉 再给我多一台吗 你想太多 OK 没有了来这边的话 总共拿到 拿到 OK 这台两百五的话就不用卖 我们把这一台卖掉 然后这边的话 跟小伙伴说一下 那个 那个跳蚤市场 OK 跳蚤市场这边的话 这个活动 它基本上它一开始 它会给你一个那个 它要的那个零件 开灌器 开灌器的话 只能在这边买到 对小伙伴没看错 OK 五个的那个开灌器 这个开灌器 它只可以给你免费抽一次 然后你后面 如果你还要再开灌的话 你一定要花钱来买 那什么这边的话 是没买 然后我免费的那一个的话 没开到什么好东西 不过小伙伴你们可以就是进来看一下 它的奖利都不错 OK 很多坦克 然后它没有一些就是比较不好的坦克 它基本上也不是说没有不好 它最低的话是八级 OK 基本上清一色都是收藏型 只有一台 只有一台那个P46不是收藏型 然后它的那个金币的话 最高的话20万 然后10万的话0.04% 不会说很高 不过很有机会 而且它这边的话 你还能重复就是 开到那个什么 它有一个进阶版 它的进阶版的话是 是哪一个啊 啊 我看一下 它进阶的话是用这个 OK 喔、 这个应该是用 叉困啊 我记得这个的话 对 这边的话它是有一个 那个什么的 我好 我要好好 找一下 我记得 它有一个 100% ok 真的 那个钵橋 百分之三百 bueno 三百金的话不低 如果是说 你在里面的话 看到它的坦克 0.18% 你如果 如果开到那个铁桥的话 你能来开隔壁这个 隔壁这个的话 它的几率是比较高 0.29% 然后它的那个金币的话 最高的话是到30万的金币 所以哦 这个跳蚤市场 它值不值得玩 我不好说 他们不好说 不过它的奖励的话 是算是 蛮丰盛的 然后它还有这个 就是迷彩 他们这边的话有装了几台 OK你看T7 这个迷彩的话 它是一个死丝迷彩 它叫摇滚区哦 然后我那个T110E5 对T110E5的话 也有装 还不错 然后这边的话 上面这个的话是 每天战斗一场的话 你们就能拿到了 然后下面这个的话 只能免费开一次 它这个 它这个撬棍的话 只能开一次 然后后面的话 你们如果还想要玩的话 你就必须花钱买 一定就是没有别的捷径 因为我看见有小伙伴问我 是不是开了一次就没有了 对没错 开了一次免费的 后面的话都要花钱 然后上面这边的话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话是花马币 台币的话大概10个开罐器的话 应该也要1000块左右 然后这边的话它还有一个 这个的话是叫疯狂市场 这个疯狂市场 我看见有小伙伴要就是要小心 上面这边的话有玩了一下 基本上前面的话500 50 100 200 400 800的话都能玩 然后后面的话一律有1600多 然后1600多的话 它这边的话有很多这种就是 对一样一样是这个箱子 然后 然后它的几率的话也是一样 2% 0.01 0.01跟4% 所以小伙伴玩这个 你们要斟酌 它这个开罐器的话不好出 非常的几率 非常非常的低 开罐器是一个的话是1.71 然后三个的话0.60 算是很低啊 你基本上你要先抽这种 沙盒 或者是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地雷 这个荧幕的话有 剩下三个奖励 我记得这个荧幕应该有4个到5个奖励 所以这个的话 上面不推荐玩 除非说你们直接要 要直接要抽保底 你们要直接拿这5个开罐器 OK 你们就拼了 如果你们没有那么多金币的话 这个疯狂市场抽奖应该是 玩前面的就好 1600之前的都可以玩 然后来今天的话 跟小伙伴们玩我们的疯狂经济场 上面总共是抽到了3台坦克 然后OK 保底一台 然后另外两台是抽到的 诶没有啊 嗯 OK 我抽到两台 我抽到两台主角 然后 一台是保底 然后两台是小台的 然后现在的话有一个6000多的金币 6000多的金币的话 OK 阿尔法这边的话 上面是不要不要抽的 我比较想要玩那个 玩那个仙境4号 OK 我不知道它的箱子还在不在 因为感觉很像过了过了蛮久的了 来上面这边的话找一下 有的话就跟小伙伴们玩 没有的话就没关系 照单照单全收 很像很像还有 OK我这边的话还有我看一下 还有没有那个金币的 我记得有一个是 5850 来这个 嗯 500要10 然后5个那个箱子 来上面今天的话 好像 我刚刚看见 基本上这台仙境4号的话 上面已经有了 不过我这边的话 来我们再开多一次 它能开两种 我们开隔壁 它为什么会分开啊 OK 一个有算时间 一个没算时间 来我们 我们开没算时间了 好了 来我们今天加码 这个很像 这个很像没在影片开过 呵呵呵呵 三文的那个什么 诶 OK 100的金币 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法国的重型坦克 受伤型 十街那一台是在这边开的 不过那是一个箱子就开到 所以这边的话没跟小伙伴们玩过 在荧幕院前啊 玩过这种箱子啊 看一下三文有好运吗 可以拿回那个 仙境4号来玩吗 来 出一台给我吧 还有没有来 票券30 诶 票券30也不错诶 诶 它100张的话就能 给蛮多的诶 来 哈哈哈哈 我的天啊 它有 不会吧 靠碎片合成吗 应该不太可能 30的话应该是 应该是比较少出的 OK OK 哎呦 没有 我们这一台的话 上面也是没有 嗯 也是一个收藏型 来 这一台的话 上面现在有一个 50张了 诶 还不错来 当做收集碎片啊 出车的话应该没有 没有每天都那么好运啊 上面觉得 对 OK 10张 10张的话 60张 最后一个了 我觉得 没机会了 我看一下 对 这边的话 OK 只是第一个30而已 所以以后的话 有机会哦 再看能不能抽出来 来 没关系 我们把它开完 今天加码 这个仙境4号 最后一个箱子有吗 没有 没有 OK 来 这个的话 这一台上面也没有 我记得这一台的话 特别酷哦 之前是出在那个 不知道什么活动 来 有机会的话 改天跟小伙伴们玩 只要我有机会合成到 今天的话 来跟小伙伴们玩 我们的那个 哎 疯狂新机场 希望小伙伴们看来开心 也祝大家 就是尽力而打 这个真的不难 他每个勋章 三等级 二等级 一等级 跟M牌 都会给你那个 都会给你那个奖励啊 上面这边的话是 应该是没有 他M牌的话 很像是15个 我刚刚谢里登的话 有打到一场 M牌的话是15个勋章 然后他一个那个 他一个这个票要9张 那个 9个那个勋章 所以这边的话 来很容易 一个M牌15 然后一牌的话 很像是 很像是10个的样子 来 希望小伙伴们有好运气 能开到自己想要的坦克 或者是多开一些坦克 收集一些金币 今天的话跟小伙伴们 玩一个疯狂经济场 然后介绍一个 跳蚤市场 给你一些那种 活动的玩法 来 希望小伙伴们看得开心 也祝大家有戏快 这边的话 记得帮Summer点一个赞 大家点赞 是Summer制作影片的动力 这边感谢大家 下一期呢 一样 还有其他坦克的影片 那我们今天先这样 下一期见 大家拜拜